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今天我们邀请到张医师 跟我们分享过年如何包暖乎乎的饺子 同时怎么样运用过年的时候 跟亲友们来分享福音 大家团聚的时候 这是很好的机会 特别是你叫大家一起来包饺子 每个人都愿意来 第一步我们要学和面 我喜欢用青缸菜打成蔬菜泥 然后呢这是绿色的 一会儿我们做翠玉白菜饺 其实很多东西根本就不用什么色素 上帝早就创造好了各式各样的食材 加过一点水的火龙果肉 红色很漂亮 所以我们就拿筷子把它放里面 这样子干粉快没有了 就开始下手揉了 然后可以给它放到面板上 给它揉一揉 张医师是塔尔宾人 所以他的饺子管叫哈饺子 那个面粉去哪买 包饺子买中筋面粉 把它摆着 摆着 它会变好吗 这个一会儿就变好了 你看这个 这个就变好的 和好了白色的面团 一般的水都是两碗面 一碗水 拿一块下来 这个很像碗尼巴 很像碗尼巴 来你把它搓细细的这么长 因为我要把它包在这外头 好玩吗 好玩啊 这个让你们小朋友来玩 都给它喷上水 它才能碾上 要不然它们就开了 裹着它上头 均匀的裹着切开 你看看断面 哇好像很难了 嗯 沾点粉 翻过来沾点粉 拿手掌心 一压 给它压成这个小状 我觉得我今年过年有绝招了 有绝招了是不是 切完了开心才能说福音呢 要先有好关系 小朋友都拿个小棍子都可以这样擀 拿筷子也能擀 看条肉了哈 好 好 我们就加一些盐 加点姜油 芝麻香油 断一断 加点肥肉好吃 把姜的泥倒进去一些 把这些蔬菜呢 所有的都切成小丁 然后呢把它放在一起 我们就把它放里 香油加进去 封住菜的断面 菜和肉中间有油隔离着 它不会一袋会吞 拿一块 试试看 嗯 好吃的 嗯 好吃 我也想把它吞下去 吐出来 不能吞生的嘛 我们然后用一个碗 把盘子放在上面 饺子馅儿放里啦 还有一个皮 我们刚才擀的 色彩缤纷的内馅 放在这个心里 好 然后来沾点水 然后把它捏起来 中间捏起来 往中间对 往中间对 对 一捏 这个总结 太好了 耶 白菜 聚会当中 我们有没有什么传福音的idea 其实哈 信主以后 你是会有很多智慧 大家聊天的时候 你只要从圣经熟悉 你一定有高于一般人的智慧 那是神的智慧 大家都说说说的时候 你慢慢地说几句你的看法 好了大家觉得 哎 怎么跟以前不一样 然后再一个确实的彼此三爱 你就照顾大家 原来你的座面等着吃的 我老大呀 现在我回到家里 我都会照顾这个 照顾那个 学做仆人啊 大家都吃完了 就洗碗 大家干嘛 就洗水果 切水果 所以好好在教会参加服饰 你会学到很多原来你不会的 学做仆人 所以大家觉得你不一样咯 就讲到这个信仰了 这都是圣经教我们的 开始我也不知道 后来我牧师教我 后来我就慢慢学着 学读上帝的话 后来慢慢生命就改变了 甘心愿意做仆人 这件事就是一个最好的 找到哪里最好的一个绝招 过年的时候 对很多妈妈来讲是很难熬的路 有没有什么建议 不讲话多做事 你轻轻牢牢的活出基督的样子 洗碗抢着洗脱地 把老婆婆想吃什么带回去 小姑什么都带回去 那个嫂子爱吃什么带回去 好话多说 好 有什么想法不说 好 感谢主 给我们智慧 带着全家人做幸福的人 过幸福的年 耶 完成了 耶 吃饺子啦